回来的路上啊,高大哥跟红娘说,一看潘大姐,那就是正经过日子的好女人,而且呢,还能接受自己倒茶门,其实挺不错的,但是呢,他这个人呢,其实对于女方的年龄跟颜值要求还挺高的,因为家里啊,哥四个都丧偶了,其他三个兄弟呢,都找了年轻好看的另外一半,自己身为哥哥也不能比他们差,男人嘛,都爱面子。 那这么一说呀,红娘还真就想到了这么一位,家住长春的盛雅如,盛大姐。 你好盛大姐,没事没事。盛雅如,62岁,离异,现居住地长春市,退休金2000多元,住房面积50多平米。 这大姐挺时尚啊,这个。 我爸挺爱美的,该啥是啥。 你这个头分染的吗? 不是,我家那个遗孙三十多岁没发了。 是吗? 三十五六吧。 这刚一见面,这盛大姐这头有个性的白发,可给红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。 盛大姐说,这可不是故意为之的,是家族遗传的。 也正是因为这头白发,盛大姐走在大街上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也成为了很多摄影爱好者的模特。 照片都是,老多了,都是我的,看看。 这都是你的明星照啊? 对啊,都是我的照片。 很多很多,老多了,他们家都是,那妈都好几万了都。 一张张照片,又美丽又大方啊。 盛大姐说,别人能邀请自己当模特,除了自己这头白发外,也是因为自己平时爱美爱打扮。 就愿意穿鲜艳的,这沙巾也是,沙巾二十多条啊。 是吗? 都搁袋的,都搁袋的,等等。 这全是沙巾的? 这都是啊,这里全是。 我看看啊。 哎呀妈,老多了,你看看。 你是不是每天同意来换一个人呢? 对啊,是啊,啥啥都有,你看看,老多老多了,你瞅瞅。 哎呀妈,海赖这里头,你看看,二十多条,你看看,这臭美的,我告诉你,你看。 这个特意照相,买的这个。 这个是披风啊? 对啊,就是特意,那啥厨器那个冬天照相,我们摄影群的,都各式服装都有,戴这个,戴这个厨器照相,可好了。 哎呦,这还真挺失望的。 对啊,穿那啥厦照,可好了。 嗯,各式各样的司机,有个性的大斗篷,好看的帽子。 盛大姐说,女人就得对自己好点了。 而之所以现在这么舍得为自己的爱美花钱, 都是因为之前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。 在婚姻存续期间,就外头就有人,不止一个,做一个,因为她长好看的。 哎呀,就生不了气,完了,回来就作呀,耍酒疯啊,就打呀,骂呀,哎呦,天,那日子过得真是,一说眼泪要出来。 就不因为什么,啊,早上班走,好好的,完了,晚上回来,就喝多了,就开始打你呀。 就是有门,有钥匙不开,刚刚踹呀,时间踹呀,哎呦,天。 过得不是日子,我说哪怕我不是顾家人也行,就离得外外,在那家里全都是我。 生大姐说,再提起过去的那段婚姻,简直像噩梦一般。 以前自己是任劳任怨的为家庭付出,可前夫却并不领情,那前夫为啥要这样对她呢? 因为生女儿,要给我姑娘,要打死,哎呀,我都故意求她,就因为生个女儿。 重男轻女儿? 对,对,她家也是,重男轻女儿,她也是能味儿。 就因为没给前夫生出儿子,他们的感情才开始出现裂痕的。 生大姐说,再想方设法维持这样的婚姻,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 于是在2002年,生大姐毅然决然地跟前夫离了婚。 离婚后的这些年,生大姐一直没有走出阴影。 若不是女儿的鼓励,生大姐原本就想着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了。 现在那啥那个孩子也说,妈妈你都四十多了,都六十多了,你快找吧,有些我不想找了。 那你得找啥样的呀? 现在就是正经八百过日人,身体好,就是那个,就是公知够花,完了是干净绿色。 圣大姐主要想找个能够呵护自己的另一半,那不知道高大哥会不会是那个能够体贴圣大姐的人呢? 跟圣大姐简单地描述了一下高大哥的情况,圣大姐同意见见高大哥。 我把我们漂亮美丽的圣大姐接来了。 不用脱鞋,到她家不用脱鞋。 不用脱鞋。 随便。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个叫高文科大哥。 你好。 圣雅如大姐。 你好。 大姐把衣服脱了。 那些。 大姐这漂亮不大不? 漂亮不漂亮? 我这头发是天然的。 很力量。 挺秀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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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一百一百。 那张眼人。 挺好的。 五官啊。 身材啊。 挺好的。 还有吗? 长得挺漂亮吧。 这是我喜欢那会儿的。 演员。 还行吧。 还行。 有演员是吧。 还可以吧。 再接触接触。 再了解了解看。 双方见面。 这高大哥对盛大姐那是相当满意了。 盛大姐这边呢。 对高大哥的感觉也还行。 看来啊。 这俩人有点儿细啊。 你多大年纪啊。 刚才我那个六十一。 七十六十二。 同龄人。 十大十。 走哪儿跑不来。 你细细说说。 身材好啊。 长内也好。 脖也好。 一般一般一般。 头啊。 大肥脚发。 大姐对头发的颜色你不介意吗? 我介意。 能不能理助手? 能。 人活着分档子的搬配子。 让别人看着。 那种人。 你看起来真正好。 对不对? 你觉得你俩搬配子? 挺搬配子。 真的。 是吗? 光亮。 是你那个多少几分面还行。 你爱吧就得担心出嘴。 你爱吧就得担心出嘴。 对。 刚进的时候。 哎呀妈呀。 红奶大汗的叫声。 我当我没细看嘛。 就是也是进门黑。 还丑得哎呀。 一般那种。 刚才在那做漏科。 他跟我来这么看看。 我觉得他还行。 手是挺出短。 还挺出短。 对。 丑得还行。 不发现挺好的。 看着呗。 这俩人是越聊越热乎啊。 接下来聊到喝酒的话题时。 两人又找到了共鸣。 我家喝点酒了。 是。 出现咱们这我。 对。 出现咱们就帮我说的。 我有时候也是。 做点小酒。 也是。 你看我家的葡萄酒。 对。 哎呀。 我一次找了会喝酒的。 我老爸也是。 我老爸就喝酒。 我家搁几个拳头。 我家也是。 真的。 哎呀。 你还该喝酒。 家就一传了。 喝酒这又增加一份感情的。 真的。 就是会喝酒这方面。 我。 那是。 好人家好了。 因为本身自己会喝酒。 你想找我会喝酒的。 嗯。 一般女方都介意男的喝酒。 你还不介意。 不介意。 不喝大酒行。 喝小酒。 勾当感情。 还促进那个中老年。 促进血液循环。 嗯。 这还是有益的。 两人都能喝点小酒这一点。 是让高大哥对盛大姐的好印象。 又提升了一大劫呀。 话说这盛大姐跟高大哥两人是越聊越对撇子呀。 但就不知道接下来高大哥说出想要倒叉门去女房家这一点。 这盛大姐会是啥态度呢? 我去找个半人。 最好是有房住的。 那你没房子。 我没房子。 那你如果也找那一半的跟在一起。 什么意思。 最好是你房子有爽的。 说那意思。 那有房子咱们可以住。 咱们不要有那房子。 我那房子也小了。 楼层也高了。 那倒无所谓。 太小了倒无。 但我家族好像是对这方面挺介意的。 一般哪有男房生女房家的觉得那不好去。 还有是有。 你介意男房到女房大陆队吗? 对。 对。 对你自己本身来说, 你介意男房去你家入住吗? 很介意。 我家人都很介意。 为啥呀? 因为从老那辈儿就开始有这种存疼。 就好像是女的, 好像嫁嫁嫁嫁, 就得到男房家。 就是什么, 过去不都是存衣吃饭的那种。 还是老存疼。 你觉得那样? 你觉得那样? 你觉得这咋? 男房没房肯定是不行。 对。 没有我也。 那不行。 没想到聊着哪哪都挺好。 说到高大哥想要倒插门这点, 这盛大姐有点想法了。 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得找个有房子的另一半。 听到这样的话, 这高大哥脸上的表情明显变了。 最后, 俩人因为高大哥没有房子这事, 终止了相亲。 要说呀, 这盛大姐跟高大哥对彼此都挺有好感的。 差就差在了高大哥没房这事上了。 盛大姐说, 她这个人比较传统, 嫁汉嫁汉, 穿衣吃饭。 所以呢, 她坚决接受不了南方倒插门。 对此啊, 高大哥也挺遗憾的。